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 对了 我还栽了个小火 我不是一个人来的 小芸现在就在门外等着 她可以坐这 今天晚上我和她走过祠堂 看见里面有灯光 然后看见你 在这里破坏灵牌 你才诅咒吐司大人遭遇不测 因为只有这样 牧僧才能更早上位 你才能掌握大权 明白了 祠堂 大战 这才是老夫人真正的底线 要想毁了你 就必须让你踏过这条线 阿勒秋 现在人证物证都已备齐 只要我一开口 小芸就会冲进来 而你 也就彻底完了 没必要到这一步 我们真的可以尝试做朋友 阿勒秋 还在挣扎 求饶 阿勒秋 你知不知道 到现在为止 今天 这个业务案 才是我到丽江之后 最快乐的时候 好了 你的好戏 该落幕了 小妍 进来吧 阿世宇约我今天晚上和她去祠堂 为什么 她要跟我和好 想在幕府先祖面前发誓 那很好啊 你终于让她消除敌意了 可是 太快了 她变得太快了 我怀疑这里面会有问题 我渴望友情 但不代表我是傻子 你是说 今天晚上有可能是圈套 所以 我准备了一个小计划 阿勒秋 你找我 小妍 为什么不进来 其实这不能怪你 你没有其他的选择 你在说什么 你远道而来 在幕府里能信任的只有小妍 所以无论你有什么目的 只要控制住小妍 就能阻止你的计划 我做了点小准备 小妍现在 应该已经被阿越拉堪着了 门外站着的只有阿张 对不起阿世宇 我不得不防备 因为你变得太快了 事实证明我对了 我承认 我承认 悟仙我破坏灵位 的确是一步非常好的情 如果老夫人相信了 一定会给我最重的惩罚 可惜我还是输了一步 阿拉丘 你够狡猾 既然现在阿赵在外面 那就让他进来吧 让他坐这儿 是我毁了灵牌 这样 我就完了 你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不会这么做的 门外只有阿赵一个人 我会和他瞒着这件事 不会让任何人知道 你也不会被惩罚 放心好了 你又在玩什么花招 我还能玩什么花招 如果我真的想对付你置你于死地 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 难道现在你还不明白吗 阿世云 我是真心想跟你和解成为好朋友 我没想过独占牧尊也没想抢你的位置 为什么你就不能相信我 你真打算放过我 是 可这是最好时机 以后不会再有 和解吧 我不需要 外面只有阿赵 除了他 没有其他人知道 如果你不相信我 可以开门让他进来 怎么了 怎么了 让阿赵进来吧 阿拉丘 到现在还想骗我 够狠 我刚才居然差点还相信你 我刚才居然差点还相信你 漂亮 阿拉丘 请你相信我 我真没有骗你 不是我安排的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装 土八 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拿下 是 是 我自己会走 阿世云 你不应该呀 你还为他可惜 你没听见他刚才在里面 怎么说我吗 又愚蠢又贪婪 像我这样的笨女人 是吗 是 难道不是吗 你 你大胆 阿世云 你说了些什么 我全都听见了 你知不知道孩子 毁坏祠堂 是多大的罪 死罪 可是你敢杀我吗 为什么不敢 我父亲掌握宁州大军 你杀了我 就不怕我父亲对幕府动兵吗 有的时候人活着 比死更痛苦 押建大牢 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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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听好了 阿世云的事情 谁也不许泄露出去 怎么样处置他 等吐司老爷 胜利归来再说 走 走 这件事 都是阿世瑜任意妄为 可毕竟 她是木僧的正妻 阿乐秋 你能放过 就放过她吧 那个小婆婆 为什么要放过她 大嫂 你可是看见她 对我的态度了 我现在才知道了 谁才是真正的好人 阿乐秋 以前我对不住你 从今往后啊 我肯定站在你这边 怎么也要 帮你把这正妻的位子 给夺过来 你放心吧 这次闯了这么大的祸 阿世瑜她是出不来了 大嫂 走吧 怎么会这样 不是让你看着小嫣吗 你怎么把她带到这儿来了 阿赵呢 她怎么不在 我不知道啊 是阿赵 让我把小嫣带过来的 其他的我都不清楚 阿赵 阿赵 姐姐 回来了 是你通知了所有人 是啊 阿淑姨怎么样了 亵渎先祖下大牢 好 她犯了这样的罪名 就再也犯不了身了 姐姐 以后就再也没有人 挡在你的面前了 为什么 我是让你一个人守在门外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先对你下手的是她 可我不想伤害她 是她在害你啊 姐姐 人和人就不能和解 成为朋友吗 你想要和敌人和解 就会给他们 更多的机会伤害你 你和阿世瑜 就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阿世瑜是你的敌人 是 我是瞒着你通知了所有人 可是我这么做 都是为了你好啊 姐姐 人辞就是懦弱啊 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愿意自己承担 阿赵 算我求你了 别再对人赶尽杀绝 好不好 再给别人一次机会 或许就是 给自己一次机会 你明白吗 来不及了 她已经被打入大牢 已经出不来了 你不是 你不是想要救她吧 是的 我想化解仇恨 你是不是崩了 她在害你你还要救她 我要试试 你简直就是无药可救 再说了 老夫人对祠堂看得那么重 这样的罪名 根本就救不了她 不 很有可能 阿爹 有件事想求您帮忙 阿世鱼的事 是 昨天的事我听说了 你做得很漂亮啊 连肖带打反江一军 你和阿世鱼的事 我一直没管 我知道 是她一直在针对你 阿拉丘 她现在 已经下了大牢 你又何必再赶尽杀绝呢 说实话吧 如果没有人救她 她是出不来了 有人救她 谁 我 小爷 别怕 你越怕 他们越瞧不起你 小姐 要不然你去跟老夫人 求个饶 认个错 让她放我们出去吧 邪度祖先灵魏 这罪名 求饶是没用的 那怎么办 难道我们要一辈 永远关在这里吗 我被抓的消息 阿爹肯定已经知道了 现在幕府的军队 几乎都上了战场 这时候阿爹只要在宁州出兵 他们就不得不放了我们 很快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说定到那时候 在阿爹的铁骑之下 我们能成为幕府的女主人 等着吧 阿爹可能已经出兵了 他不会不怪我的 你要我放阿世宇出来 是 为什么 阿世宇是宁州支州之女 我怕阿世宇的父亲 为了女儿发兵 如今我幕府大军皆在前线 如果宁州发兵 幕府无力阻挡 拔开那筛子 明州八百里佳琪送来的消息 阿世宇的父亲已经说了 嫁出去的女儿 就是我幕府的人 她绝不会干涉幕府内院之争 这个时候没有人救她 可是那是她亲生女儿啊 那又怎么样啊 她不会为了一个女儿 和丽江为敌 在她的眼里 亲情还没全是重要 现在就有意思了 连她的父亲都放弃救她 而你呢 却亲手把她送进大楼 现在 反而要把她救出来 这件事 全都是阿赵自作主张 我并没有想陷害阿世宇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你要消息阿赵 他和你不是一类人 他也是为了帮我 阿爹 阿赵的事不重要 现在最要紧的是放阿世宇出来 你还没有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救她出来 阿世宇 是幕府嫡长孙政氏 身份非同一般 如果他因为亵渎先祖入狱 百姓知道了 恐怕会猜疑 幕府中人对前线这场大战 失去了信心 才会毁坏此堂 此时正是前线熬战 人心浮动之机 一不小心就会引起很大的恐慌 我们不能冒这个险呢 说得有道理呀 最后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救一个仇恨你的人 或许为了这几个字 忍者不忧 好 你们可以出去了 我阿爹出兵了 他放弃你了 那是谁为我求情 是你 我真没骗你 昨天晚上 我也没想陷害你 为什么 你要干嘛 还记得这个吗 你每次想要他抽我 都被阻拦 都没庆幸 怎么 想报复我 现在你可以动手了 你把心里所有的怨气 都抽在我身上 抽完之后 以前的怨恨 就都过去了 我们重新开始 试着做朋友 怎么 不敢接 都说吧 都说吧 以前的事就算过去了 对吗 小姐 小姐 你真的要和阿勒丘话题为友吗 可是你要是放过他 他还是会跟你强不增少爷啊 我本来就对穆泽没有什么感情 跟他斗 只是面子上过不去 那您是真要和他做朋友 恨了那么久 怎么做朋友 那还是当敌人 我阿爹都放弃我了 他反过来救我 再害他 那不是恩将仇报吗 那到底怎么办啊 就像他说的 过去的事 就让他过去吧 将来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 自从阿勒丘把阿勒丘救出之后 他们两个虽然没有往来 可阿勒丘再也没有对阿勒丘下手 真有意思 你也看好阿勒丘 这孩子啊 实大体不记仇 有仁慈之心 能够主动宽恕 这都是难得的品质 最关键的 他居然真的能让阿勒丘 对他放下仇恨 这绝对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没错 他是个优秀的女人 母亲 你也这样看 我一直很担心 这么优秀的女人 如果哪一天 她对我们幕府反目的话 儿子 那就是一个大麻烦 母亲 你好像一直认为 阿勒丘会反 你不觉得 他身上藏着一个秘密吗 还记得火把节的时候 他就木增 结果土匪没杀他 还把他放了回来 后来 山匪杀他 结果我们的护卫队是全军覆没 他又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这都是问题呀 但是如果 他身上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和秘密 他倒是一个最合适的后宅接班人 老夫人 老夫人 大爷 不好了 出大事了 别慌 什么事 难民 满山遍野的难民哪 在哪儿 快进丽江城了 没人 没人 找人 他 被人 在哪儿 你看看 哪儿呢 这种都在 谁知道 我 redirected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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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走 走 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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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五具 收 聽好了 出府之後 凡擾亂治安者 都押入大牢 準備出發 是 徒八統領 等等 徒八統領 等一下 江 城內難民 都是因盼匪入侵 才導致家破人亡 才會逃來里江的 他們來這兒是尋求保護 這種時候怎麼能武力控制 那樣會出大亂子的 老夫人的命令 誰敢違抗 我現在就去面見老夫人 我回來之前你們不許出府 知道嗎 你們有權力命令我 徒八統領 你聞心自問 願意對那些流離世所的同胞 落井下石嗎 你等著我 還有 二世瑜夫人和小顏 出門買首飾還沒有回來 你最好派幾個人去找他們 外面太亂 我怕他們會出事 好嗎 這家的首飾還真不錯 下次再來 沒錯還挺便宜的 怎麼回事 才一會兒就出來這麼多人啊 別說話了 快走 老夫人 此時只能救援 不能鎮壓呀 老夫人 老夫人 那些難民受戰亂之苦 家園被叛匪摧毀 他們歷盡艱險 才逃到立江 本來就人心浮動 如果這時候 你再讓徒八 用武力壓制他們 少有不勝就會出事的 到時候 幕府就真的是 鳴心盡失了 你以為你說的這些道理 我不懂嗎 那你為什麼 難民蜂擁而至 人數眾多 你知道現在我們幕府的物資和糧食 都運到了前線 要解決他們的溫飽問題 絕無可能 當然我知道 如果救不了他們 就得控制住這個局面 如果控制不了這個局面 就可能引起動亂 阿勒丘 在這個問題上 我們都無能為力 快點走 我是幕府的人 你們誰敢上來 不要命了嗎 沒人知道 動手 不要 我把手勢都給你們 拿來 快走 你看見咱們的臉了 那麼把命也留下吧 你們 你們 住手 滾 這兒也有管閒事兒的 上 廢了他 上 你還站在這兒幹什麼 我還是覺得不能冒險 一定要救他們 不然以後 沒有人再會相信幕府了 我不是跟你說了嗎 我們幕府沒有物資 沒有糧食 可以買 錢已經全部用在了前線 幕府現在沒有錢了 有 金庫裡有儲備金 足夠渡過這次難關 那你知道不知道 那你知道不知道 這儲備金是幹嘛的 知道 每年金康 憲供朝廷有規定的數量 萬一哪年金康產出受損 這儲備金是用來應急的 動用儲備金 萬一耽誤了憲供 那後果不堪設想 立憲供期間還有一段時間 只要盡快加強產出 就能滿足憲供 當前的燃眉之際 是那些難民沒吃沒穿 奄奄一息 老夫人 人命關天難 你不能再猶豫了 那萬一出了意外怎麼辦 我阿拉丘願意承擔一切罪名 以死謝罪 你以一個妾室的名義 來擔當這個罪名嗎 那怎麼辦 那些人就快活不下去了 動用儲備金救人 那是我的命令 有什麼罪名用不著你來擔當 這個幕府有我呢 傳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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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都給你 你們是幕府的 是 我們保證回去之後什麼都不說 跟我走吧 大爺 你要彩還不夠 連人也要啊 外面太亂 快 我送你們回幕府 小姐 小姐 走吧 小姐 這人好威風啊 不 走了 我就送到這兒吧 等一下 你叫什麼名字啊 阿虎 你也和他們一樣 因為戰爛而來立江的嗎 就算是吧 或许我可以帮你 怎么 你在幕府很有地位吗 当然了 我们家去 也没有 我和他就是普通的侍女 管好你们自己吧 救命之人当永泉相报 我还有点积蓄 你等我一下 走 别走啊 老夫人那边命令已改 你现在立刻把全城米甸布甸 成衣铺的掌柜叫到这儿来 来这儿 对来这儿 我就在这里等候你们 他们要是不来了 对那些不肯来的掌柜 绑也要绑来 总之他们一定要来 老夫人的命令 走 是 小姐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 你是沐赠少爷的夫人 那人家还不给吓着 这是老爷传给你的镯子 这个你要给他 人家落难 这么多落难的 别人你怎么不给啊 他不是救了我们的命吗 快点 别让等急了 人呢 怎么走了 刚才说了让他懂我的 不行 我得去找他 小姐 你疯了 这么多难民万一遇到坏人呢 小姐 你不会对那个阿虎 没有 当然没有 只是从小到大 从来没有被男人救过 他刚才真的很威风 可他已经走了 说不定离开丽江了 你以后不会再遇到他了 或许吧 这么大把刀就这么点钱 兵荒马乱的 没看见这么多人流落街头啊 饭都吃不饱 能给你这些就不错了 快点 干什么呀 走 凭什么抓人呢 我又没办法 快点 你 干什么你们 走 快 这怎么回事啊 整条街卖米卖布的掌柜 今天都被请去幕府了 不知道什么意思 要我说出事最好 为什么 难民一来 这些家伙 把米和布的价钱提高了好几倍 赚的都是黑心钱 现在想吃饭穿衣 难了 老夫人 那些掌柜的都已经请来了 人呢 都在前院 阿雷丘也在 知道了 老夫人 可是所有的掌柜 都把价格抬高了好几倍 这要买米买布的 即便是动用了储备金也不够啊 阿雷丘不在是吗 可是这么大的事情 您不去 不了 要不 我去叫一下穆青大爷 这事太大了 怎么能让一个孙少爷的小妾去操办呢 就让阿雷丘去办 他有魄力 他敢冒着掉脑袋的危险 动用储备金 这点小事情 难不挡他 可他的身份 只要他能把价钱弹下来 只要他能让外面成千上万的难民活着 这时候不看身份 就看谁能救那些百姓 怎么回事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 都不知道 他把我们叫来 是什么呀 这到底是什么呀 不知道 这怎么回事啊 这不是耽误事啊 这怎么回事啊 谁说不是 这怎么回事啊 谁说不是 我还打得开张 有什么呀 这事呢 我去问吧 我请问一下 这幕府到底是谁找我们来的 这为什么把我们大伙晾在这儿啊 对呀 就是 我们都很忙啊 叫我们到这儿来 到底干什么呀 对呀 那说句话呀 干什么呀 不是随随便便把我们叫来吧 也不说个话 这 敢问您贵姓 哦 免贵姓马 哪家铺子的 广圆米店的掌柜 马掌柜 您做这一行 有多少年了 呃 怎么也有十几年了吧 怎么了 十几年来 你们的米跟现在的价钱一样贵 那现在时局不是不一样了吗 那我们总不能还 是不一样 各位 如今战事凶险 众多百姓流离失所 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 我们的兄弟姐妹 难道你们忍心看着 他们活活饿死 生生冻死 然后曝尸荒野 马掌柜 你现在把米价拉到这么高 到底还有多少人能吃得起你的米呢 哎 那吃不起他可以不买啊 谁也没有拿刀逼着他买 你们说是不是 对啊 说得好 谁要买的 买不起 就是一条死路 你们这就是在杀人 你 你 你这话说的 这这谁杀人了呀 你到底是谁啊 你怎么这么说话 就是 就是 谁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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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都是正经的买卖人 我叫阿勒秋 原来是穆僧孙少爷的小妾 施敬啊 施敬啊 施敬施敬 不敢 怎么 这 幕府现在都让 做小妾的 抛头露面 出来讲大道理 难道就没有男人了吗 就是 你个小妾在这说什么话呀 真是 幕府的男人呢 幕府的男人们 都去前线杀敌了 为了能让你们 过上安宁的日子 你们还好意思笑 那 幕卿少爷 总应该在吧 宫爹听说 你们哄抬世家 勃然大怒 他说要再这样 就要杀人了 不过我其实 劝住了他 我说自己来跟你们商量 当然你们要是不想跟我说 我可以换公爹来 到了那时候 恐怕免不了人头落地 你们要杀敌人了吗 他就失败了 小妾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